六十岁以后专心念阿弥陀佛 请问六十岁之后只需要念佛 还需要打坐观修人生难得 生死无常等等的家行吗 六十岁呢就是对现代人的这个观点来讲 还是很年轻的 所以呢 如果想学习也来得及 想学习也来得及 但是呢有些人就是到了六十岁以后呢 他自己不太想去学太多太多的东西 他就是想喜欢比较简单一点 他就喜欢找到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 那这样子这种人呢 他就不需要去学太多的 就念佛就可以了 但是是不是六十岁以后就 只要过了六十岁的生日 就不可以 是不是就不可以学习呢 当然不是这样子了 也不是 还是要看情况